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本届壮丸热门之一的Paul Bunkiel 在社交媒体上正式官宣 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他在视频中感谢了父母,队友和教练 并表示很期待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这位高中毕业时可以排在2021届全美第四的五行高中生 大一赛季赶上了传奇教头老K教练的收官之计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 场均可以砍下17.2分,7.8篮板,3.2助攻,1.1抢断 拥有47%的投篮命中率和33.8%的三分球命中率 率队取得了32胜7负的优异战绩 在拿下常规赛冠军的同时 杀入了疯狂3月4强 赛季后,Paul Bunkiel当选ACC年度最佳新人 ACC联盟第一阵容和全美第二阵容 与其他两位状元热门相比 Paul Bunkiel更加均衡,而且动态天赋也更优 除Paul Bunkiel之外 杜克大学的大三前锋Wandemal Jr.和大二中锋Mark Williams 也均发布了参选声明 他们都有进入今年选秀第一轮的实力 而球队中另外的一位选秀热门 小级班AJ Griffin则有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官宣 至于今天美国大学篮球界的另外一个震撼蛋 则是肯塔基大学的篮板痴汉 奥斯卡西布韩宣布留校再打一年 这和之前人们所听到的消息比较吻合 奥斯卡西布韩在刚刚结束的大三赛季 打出了NCWA近30年来最具统治力的表现 他场均可以得到17.4分 15.1篮板 1.1助攻 1.6封干 1.8抢断 单赛季拿到过28次两双 赛季场均篮板球数放眼过去30年 无人能出其有 除此之外 他也拿遍了奈史密斯 年度最佳球员等六大重量级奖项 但很可惜 因为时代和规则的原因 NBA和NCWA对于内线球员的标准有一定差距 奥斯卡西布韩今年的选球行情一般 让他决定回归校园 打完大四赛季 成为大学篮球界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然后再去冲击NBA 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 伊利诺伊的烧鸟哥Kofi Kauber 这位大三球员在刚刚结束的赛季 场均可以砍下21分 10.6篮板一封盖 这个数据对于上下半场分别20分钟 进攻时间30秒的NCWA来说 已经非常恐怖 但他没有外线发炮的能力 选秀行情并不高 两本人没猜测他会留队 但今天烧鸟哥已经官宣 将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同时来自于优塞A的越南裔人气球员 詹尼组赞 也于今天发布了参选公告 曾在上赛季的疯狂三月 打出了代表之座 场均22.8分 率领球队从前四队 杀到了最终四强 封三之后 组赞的选秀行情飙升至乐透区 但因为联合视讯表现不佳 行情下滑到了第二轮出 赞他决定退出选秀再打一年 可惜本赛季 优塞A虽然保留了大部分老将 但是没能完成夺冠目标 直步于全国锦标赛第二轮 将近组赞的表现 也较上赛季全面下滑 场均数据为 一年出生的祖赞因为跳过级 所以今年选秀 年龄不是太大问题 如果能在联合视讯中好好表现 也许能为自己竞争一个好一点的名次 选秀网站给他的模板是 邓凯罗宾逊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